人在家中坐 或从天上来 瘫痪女子谈在家里多年 大门不出 二门不卖 却被扣上一顶 肇事逃一贩的帽子 名下110万的生活费 更是因此被冻结 而且她的名下 还平白无故 多出了18辆车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谈起此事 朱女士欲哭无泪 她6年前突发脑出血 因此落下了二级残疾 和轮椅成为了最要好的朋友 然而令她万万没想到的是 前不久法院竟给她发来一张船票 称她涉及一场交通肇事案 我名下的一辆车子 被一个15岁的孩子开出去了 而且还撞死了人 现在我反正也负负责连责任 要求赔偿100多万 这个事情我真的懵了已经 朱女士对此难以接受 她一个残疾人 怎么可能会买车开呢 而且她家住在杭州 事故发生地却在山东 这完全半竿子搭不上一点边 将官部门说自己犯法就犯法 难道都不通过审核的吗 现在还把它全部家当冻结 是想让她这个残疾人活活饿死吗 一宝被冻结以后 那我的生活 那我的生活不成问题了吗 因为我的来源 我的唯一经济来源 就是这个地宝 为了还自己一个清白 朱女士还特意开着轮椅 跑了趟上海 结果不查不知道 一查吓一跳 自己名下竟多出了18辆车 显然她的身份信息已被冒用 残疾女子明明不能开车 结果法院却称她涉嫌交通肇事 名下的车被15岁少年开走 并致一人死亡 随即就冻结了她名下110万的积蓄 如此荒唐之事发生在朱女士身上 为了自证清白 拖着残疾的身躯 来到上海一探究竟 而查询结果 震碎了她的三观 身为残疾人的她 名下竟多出18辆车 这不是跟她开玩笑吗 而且所有的车牌照 都是在同一所二手车行办理的 其中的委托书 竟还有她的亲笔签名 依据上面的日期 当时朱女士还正因为脑出血 在医院住院做康复治疗 怎么可能去现场签名呢 显然有人盗用了朱女士身份信息 从而办理了这些证件 那么幕后黑手究竟是谁呢 于是调解员联系上了这家车行 而工作人员在得知朱女士的姓名后 总是感觉有一种莫名的熟悉感 好像原来有客户 拿你的身份证做的 哪什么客户啊 是来做手续的人 我们只是给人家办理手续 做什么手续啊 有时上货责 还有时过货是这样的 当调解员质问对方 难道你们车行办理证件 都不需要本人到场吗 而工作人员解释道 因为这些车牌 都是在2014年办理的 当时还没有人脸识别 不管是谁 只要有证件和委托书 就能成功办理 而就在这时 朱女士眼前一亮 因为在2014年 自己前男友 曾用过自己的身份证 莫非前男友才是幕后黑手吗 所以我在山东那边 肇事了 好像撞死人了 查理一下 吓死我了 我明天下居然18辆车 在我博之情的情况下 拿着我的信息 做这些东西 害死人了 真的已经 太过分了 女子瘫痪在床 名下却突然多出18辆车 甚至其中一辆 竟还涉嫌交通肇事 致一人死亡 因此 女子承担连带责任 名下一百多万资金 被全部冻结 这让朱女士直呼冤枉 称自己身份信息 一定是被盗用 最后当她得知 这18辆车的车牌号 都是在2014年办理的时 突然想起了自己前男友 曾在当年用过自己身份证 她说她去帮我买辆车子 然后就拿我身份证 我拍了个照片发过去的 就是这么弄过来辆车 然后还上了我的名字 当时朱女士还非常感动 认为遇到此生 最值得托付的人 所以毫不犹豫 就把身份证交给了男友 没成想 男友爱的并不是她 而是她的身份信息 自从她发生意外 落下残疾后 男友就离她而去 并干上了 倒卖二手车的生意 所以是到如今 朱女士可以肯定 盗用她信息的人 正是她的前男友 然而当调解员 给对方打去电话时 前男友却死活不承认 我想问一下 就是你是不是 她的那个前男友 不是 不是吗 不是 你是不是之前 拿了那个朱伟的身份证 办了很多车牌 不是你打错了 这个肯定不知道的 对于前男友的行为 朱女士心如刀脚 决定走法律途径解决此事 而据律师所述 只要朱女士能够证明 这些车不是她本人办理的 即可和此案件摆脱嫌疑 不用承担任何赔偿 如果要检举前男友 那么还需拿出更多证据 来证明 她盗用了朱女士的信息 对此朱女士表示 无论如何 不要让钱男友付出代价 那么对此 你们有何看法呢 我们下期再见 这个庞某没有经过我的允许 私自占用我的财产 拿去做抵押 说这个人是她的大哥 他说她欠对方好多钱 是几百万还是多少钱 具体多少钱 没有详细的跟我说清楚 美女把保时捷送去保养 结果却被保养店老板开走抵押 直言自己欠了社会大哥的钱 如果不还清 就会让她付出代价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眼前长相清纯亮丽的 便是车主王女士 她苦诉道 自己前不久 花费七十万 买了一辆心爱的保时捷 为了让爱车外表 像她一样光鲜亮丽 便打算联系一家车辆保养店 把爱车送去进行保养 当时彭老板信誓淡淡的承诺 会尽自己最大努力 让保时捷荣光焕发 不过需要给她一点时间 因此 王女士便一边感谢 一边放心地离开了 谁知自己前脚刚走 后脚彭老板就打来电话 表示自己要有偿使用这辆保时捷 王女士对此 也并未在意便同意了 谁知就当到了取车日期时 彭老板却迟迟没有归还 为了打电话 我说这个车子在哪里 我说你该把车子归还给我了 然后他就各种的理由 拖延时间 一天两天三天这样拖延 期间 彭老板找各种理由拒绝还车 要么就是出去旅游了 要么就是老婆生的孩子 需要她在家照顾 就这样一拖再拖 直到过了四十天之久 王女士再也无法忍受 决定亲自来到保养馆 让车开走 怎料把店里翻了个底朝天 也始终不见爱车身影 在王女士的不停逼问下 彭老板一脸慌张地说出了真相 表示保时捷被她开走抵押还账了 说这个人是她的大哥 她说她欠对方好多钱 此话一出 王女士火猫三丈 究竟是谁给老板的勇气 竟在没争得客户的允许下 就私自把车开走抵押 这种做法和土北强盗有何两样 于是王女士便当即掏出手机 决定喊来民警把老板带走 彭老板文言不淡定 跪地求王女士不要报警 只要给她三天时间 就能把车归还给王女士 她说对 我现在向你坦诚了 我在几天之内我把钱还给人家 我把车给赎回来 我会赔偿你的 她是这样说的 让我给她三天的时间 而王女士不光长相亮丽 内心也十分柔软 在吃一线掌一质的道理下 她选择吃三线掌三质 决定再次给彭老板一次机会 事情也不出所料 王女士再次被耍了 到了约定日期 彭老板不光没有归还车子 整个人也开始杳无音讯 这让王女士崩溃不已 好在老天有眼 让两人从一家商场相遇 宣告一场好戏即将上演 王女士当时确定商场的那名男子 就是偷他车的彭老板 于是便急忙拨打了报警电话 就这样 彭老板被送了一对银手镯 在民警的要求下 让其写了一份承诺书 并录视频为证 王女士本以为 这下对方就能把爱车归还 没想到彭老板再次消失的无影无踪 简直就是被无奈经给付了体 王女士无奈下 便找来媒体寻求帮助 联合警方的调查下终于得知 彭老板所说的那名大哥 其实是一家物流公司的经理 现在的车正在他的名下做抵押 就这样 众人来到物流公司 谁知经理就像早有准备一样 始终没有在公司出现过 好不容易找到其电话 怎料得知对方是王女士后 就果断挂了电话 之后无论如何拨打也打不通了 这让王女士心在低血 难不成自己的保时捷 一辈子都无法追回了吗 对此警方建议王女士搜集证据 去法院起诉彭老板 而法官得知此事后也非常重视 表示会做出进一步调查 成功抓到彭老板后 不光会让其归还属于王女士的财产 也会让其享受两年的牢狱生活 希望彭老板能尽快被捉拿归案 承担应有的法律严惩 那么对此你们有何看法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